军升起降落伞 从高空中一跃而下 重演80年前美军反攻诺曼第的场景 6月6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同盟国登陆法国诺曼第 建满80周年的日子 法国总统马克宏 现身诺曼丁大区发表演说 马克宏神奇严肃向战争死伤者致敬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也与首相苏纳克一同现身 诺曼第纪念活动 发表离爱后首次演说 爱妮公主则参加了法国的首页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也抵达巴黎 展开围棋五天的访问 其中一下行程 就是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巴黎会面 将就西方会如何军援乌克兰取得共识 也呼吁欧洲国家 把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挪给乌克兰 此举引来俄罗斯总统普丁欺诈开骂 普丁警告 一旦俄罗斯的主权受到威胁 不排除动用核武 有报道指出 法国原本也想邀请同为二战同盟国的俄罗斯 出席诺曼蒂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 却因为乌俄战争而在最后一刻选择不邀 更证实了俄罗斯如今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记得张怀和综合报道